如果你家里边有益式咖啡机 你现在就可以关掉这期视频了 因为我们今天来教大家 怎么样用手持的奶泡器 来打发一个质感比较好的奶泡 手持的奶泡器 我建议用密度稍微紧密一点的这种铁丝圈 它打发的效果会更绵密一些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 牛奶打发的效果 所以说我就今天就用了一个这种透明的玻璃杯 然后等一下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奶泡打发的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先用一杯水 我给大家看一下奶泡打发的原理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个打发棒上面的铁丝环 在这个水里边产生漩涡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空气 带入到水里边 如果要是这个杯子里边用的是牛奶的话 它就会把空气带入到牛奶中产生奶泡 它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水的漩涡的 首先我要用到全脂牛奶 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是全脂的牛奶 它的乳脂的含量在3-3.5克左右 打发的效果会非常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牛奶 首先我们倒点牛奶进入到这个杯子里边 然后这个牛奶是我在自己在超市里边买的 就是全脂的牛奶 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打发棒 放入到牛奶的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这个距离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有一个插入的深度的 这个深度我放入的越深 它打发出来的奶泡就会越厚 放入的深度越浅 它打发的奶泡就会越少 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他想要的不同的奶泡量 来选择一个适当的深度 首先前期我先把这个打发棒 放到杯底稍微靠下一点点的位置 然后先让它产生一个漩涡 那这个时候它的页面会上升 前期呢要稍微静一点点泡 这个时候呢它会越打越绵 到中期的时候呢我会把奶泡棒稍微往上抬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要保持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一定要有这样的漩涡产生 稳定的漩涡 就能够保证它产生的这个奶泡啊 就是在漩涡里面就会越打越绵 它奶泡成型的效果就会越来越稳定和绵密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现在奶泡的质感已经非常绵密了 它整个奶泡打发的时间啊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OK 现在这杯奶泡已经完成 整个打发的时间啊差不多持续了 大概有40秒到一分钟之间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打好的这样的一杯奶泡 然后我先尝一口啊 喝起来在口腔里面就是还是比较的圆润的 触感也是非常好的 嗨毕导帮我做一个espresso 然后我我把这个打好的奶泡做成一个冰拿铁 因为我们人比较少 让直接让导演去做espresso了 哇感谢毕导感谢毕导这个百忙之中还给我们做espresso啊 然后把做好这个espresso加入到这个冰的牛奶中 做成一个这种冰的咖啡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杯冰的 下边是咖啡上边是牛奶和奶泡 但是这个冰的这个奶泡它的坚持的这个持久性啊不是特别长 你看这杯我刚做出来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然后呢它很多奶泡都已经消掉了 喝起来味道还是可以的 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打发一个就是热的牛奶来尝试一下 我把这个用电磁炉已经加热过的这个热牛奶啊 倒入到这个杯子中 我们打发这个热牛奶 这个加热的牛奶啊温度啊最好不要太烫太烫 控制在55度到65度左右 摸起来是有点微微的烫手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尝试一下打发 步骤和刚才的是一致的 热的奶泡呢打发感觉要比冰的打发的这种质感要更好一些 然后我在打发的时候能感觉出来这个热的奶泡呢 它产生的这个漩涡呀比冰的要再大一些 OK 已经打发完成 刚才就是我用这个热的牛奶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奶泡的质感啊 做出来这样一杯咖啡 我尝一下味道 闻一下还是还是比较香的 最主要是这个相机背后的这个导演啊 他做的espresso比较好 味道还是可以的 然后热的奶泡的质感啊 要比冰的奶泡的质感要好一些 而且持久度要更高 你看就是从奶泡打出来到现在 它的奶泡的持久性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冰的奶泡呢 它打出来了之后 它的持久度就略低了一些 它整体喝起来的口感啊 和意识咖啡做出来的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但是呢 对于家里边没有意识机的同学来说呢 那就你们懂的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